法国议会14号通过法案 将针对快时尚业者 包括大陆电商 虚应等平台提出禁令 除了不准打广告 还要征收环保附加费 理由释放之业属于高污染产业 快时尚又制造出大量垃圾 法国打着环保旗号围堵大陆电商 但民众未必领情 法国成为全球第一个 立法反制快时尚的国家 同一时间 欧盟则是对阿里巴巴旗下的跨境电商 Ali Express全球速卖通磨刀祸祸 欧盟委员会认为 全球速卖通存在贩卖假药风险 并传播色情内容 却并未采取有效措施 一旦违规 全球速卖通将面临 全球年营收6%的巨额罚款 不喜欢就全额退费 甚至不用退货 全球速卖通在南韩快速崛起 晋升第二大电商 根据统计 去年南韩海外网购人数 超过2500万人 超过半数都是买大陆产品 但由于黑心货和劣质商品充斥 客速也增加五倍之多 大陆拼多多旗下电商平台 TIMU和全球速卖通 这几年以超低价策略 席卷南韩 引发本土中小型零售商 倒闭的连锁效应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